哈喽大家好,我是维哥,最近有一位玩友,是实信我,是说叫我做一期理性的这个实战教程 但说实话,我理性真的不太会玩啊,因为这个英雄啊会变身,对吧,然后呢,我这个传说皮肤买来也没玩过几次 真的有点浪费,但在这位玩友一再要求之下,那我们就先来体验一把吧 当然这一期肯定是不是教程了,对吧,毕竟玩的也不是很好,但也不能误能子弟,对吧,实在是做不错这种教程 那我们就直接给大家看一下实战,打的好了,那就大家看下去,打不好,大家可以关掉这个视频,然后去欣赏我一个其他的精彩视频,对吧 那好吧,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实战吧 理性开局加二技能,这肯定不用说了吧,如果你加一技能的话,那就是一个比超级兵还好一点点的啊,这个超级兵吧 对吧,没有什么伤害,就普攻砍两刀也打不出什么伤害,其实也就比超级兵强一点吧,大家就血量多一点吧 就是相当于能遥控的超级兵,根本没什么好用啊,然后一开局呢,这边我换了大桥跟着我,有个大桥在身边还好一点啊 毕竟我这个前期没什么伤害,二技能一刀下去还能打一点点血,小兵都打不到,最后还被小兵抢了一个那个兵线钱啊 好,这边说实话,伤害有的时候可能还没有大桥高,那么不管他了,这边有人来了,打几过来没事,给他碰一下也没事 反正大家一开始嘛,也没什么多少伤害,戳他一下,对方跑,想跑,哎呀又被碰了一下,好,这时候我们的貂蝉来了 一个二技能过去,什么都没有打到,不急,我们先走一步啊 虐人嘛,不要操之过急,我们等待时机,自然是有的啊 这边我们看到韩兴过来了,一个二技能过去,人头抢到第一滴血拿到,是不是很nice呢 离星4技后,我们还是比较喜欢用暗性,他的一技能可以加速,然后可以跑得很快 加速的时候还能给自己肥一点点血,这个也是他的好处 但是如果说是在这种就是属于弱势状态下,和对先英雄属于弱势状态下的话 那就用光性就好了,光性他的攻击距离远,伤害高 打完清理王兵线,我们再切换为暗性状态 然后看主意技能,往前跑,这边有人在打独宰,算了,我们先不管他,让他们一波 如果说要教教程的话,那么光性状态下的理性,一伤技能他是可以免控制的 就像打击的二技能,只要他飞过来的时候,你按一伤技能就不会被控制住 但如果说你按的是二技能的话,那你是会被打击给控制住了,就是这么简单 暗性状态下,是一技能不会被控制,其他的技能好像也是会被控制的 这也是理性现在好像是被削弱了很多,当年理性刚上线的时候 他的那个很多状态下都是无视控制技能的,比如说变身的时候,对吧 也可以无视控制技能,现在呢变身是可以移动,但是会被控制 这个也是好坏啊,参半吧 光性更适合埋胡战啊,我们看到这边两个人狼马上过去一个二技能 这个敲敲的,他们都不知道我在这里换多少钱,其实在这个草虫里面换个大招 那个伤害其实更高的啊 暗性的话,其实拆塔偷塔的话还是非常好用的啊 打完之后,然后按个一技能快速逃离 就像有敌欢有控制技能的英雄过来,他直接一个一技能都可以直接跑得非常快 这里给他展示一下,关性状态下,在草虫里面偷龙的一个技巧 这边等他们打的差不多的时候,然后可以蓄力大招 一个大招过去,刷的一下,龙又被抢了 可想而知,可以,可以想象,当时的夏洛特是多么的生气啊 然后这边他可以遥想追击我,还好大敲一个大招把我传送回家 这边又可以收割一个人头,这个运气多好 虽然零星有那么多的好处啊,但是因为他的变身吧 所以说,感觉他的技能太花里胡哨了 然后,也没有太多的感觉去玩这个英雄 维根还是比较喜欢玩简单粗暴的英雄,比如武则天 小鲁邦,这样的啊,简单粗暴的英雄 这样的话,上风也容易,毕竟 这个游戏吧,适合的玩家也是非常多的,有些人手术快 那么他就喜欢用那些灵活的,比如说像韩信李白 有些技术比较好,就可以用理性,然后玩花木狼这些 然后像我们这些玩家,就比较喜欢简单粗暴 那么就喜欢玩鲁邦,打击啊,武则天这样的 好了,本期就到这里了,不知那位叫我做理性教程的网友 看到我这样的操作如何呢,欢迎打评论留言 也可以让那位好友私信给我啊,那我们就到这里吧,我们下次再见 再见 再见